來 報告改完 通丟勿損海靈安 此時一到大甲媽 鸾轎起駕 前總統馬英九走在前頭 建良公董事長延青標 緊跟在後 以往人幾人 湧上摸鸾轎的畫面 這回看不到 兩分鐘不到 救出廟城 畢竟防疫優先 縣途讓路 鸾轎 暢行無阻 對 讓我們的鎮頭可以順利再光 緊接著高空煙火光線照耀大甲小鎮 校正九天八夜 繞境之旅正式展開 8號起到17號 繞境隊伍 將從大甲一路往嘉義新港奉廳宮前進 總長約340公里 在繞境展開之前 大甲鎮南宮 8號下午起活動 接力暖場 從下午3點開始 祈安典禮 上教典禮 到晚上7點祈福 天燈升空 都是為了11點的起駕儀式 只不過防疫人士第一優先 包括樂隊成員在內 大家口罩都不能脫 頂多就把口罩畫開一個洞 方便吹奏 同時信徒也不得 專教底不得搶教 嚴禁邊走邊吃 最重要的還是要出示 這三劑疫苗OK卡 OK卡要大一點 才不會人家又麻麻做 又麻我 今年的這個小小學生 沒有打完第三劑的 就不能來參加 我們這個廠場特別打電話 雖然不頂多拿去拿 不過這樣是好事 人潮比往年多少 但為避免萬一 台中仍出動2400警力 要繞進9天8夜 都能順順利利 TVBS新聞成績區 陳宏毅 紅彩倫 SNG小組 台中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 神經病